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 在面对感情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是勇敢面对的人吗 还是有很多害怕呢 今天天使夜未眠 天天为你预备的单元是信仰QMA 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从圣经的真理里 找到问题的答案哦 那么这位听友呢 就问到说了 他非常的害怕结婚 因为他不相信有人 会永远的爱着自己 这确实是很多人恐婚的理由 因为不相信有永远的真爱 不相信对方会永远爱自己 或者呢 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永远爱着对方 怕自己会三心二意 对你来说 面对感情 面对婚姻 你会害怕吗 或者你勇敢面对呢 那么你勇敢面对的原因是什么 你害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如果很害怕 我们可以怎么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呢 就来听听钱牧师的分享 我害怕结婚 因为我无法确定 婚姻能保障我一生的幸福 我也不确定 会有一个人能一辈子爱我 我这样子是不是不要结婚比较好 我觉得您可以先思想一件事情 你会害怕结婚 会不会跟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 我的建议是 你应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能够更了解你自己 我们在越了解自己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成长 这个是不管结婚或者是不结婚的人 都同样需要的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因此为了找出原因 我建议你可以透过一些自我认知 自我了解的一些课程 或者是透过一些专业的 或者是你所信任的同工来辅导你 而最重要的 我认为上帝最了解你 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上帝帮助你 光照你 能够找出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你透过这样的过程 你越了解自己 越知道自己的问题困难在哪里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下一步 那就是你想要克服这样子的困难吗 单身当然也很好 但是不管单身也好 结婚也好 重点是我们要能够活得好 不是别人能够保障我们的幸福 也不是总是盼望别人来爱我们 我们要为自己负责 不是要别人来替我们的人生 替我们的婚姻来负责 假如在单身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些 认识自己的需要 我们如果单身的生活过得不好 我觉得结婚之后也一样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是要不要结婚 而是要如何过好我们的生活 刚才我提到说我们需要了解自己 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上帝是造我们的神 他最了解我们 我们要寻求神光照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透过上帝的恩典 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自己 使我们能够把自己这个人 能够越活越好 假如神是你生命的主 你愿意信靠他 那我想人没办法保证的 神可以保证 神可以保证什么呢 神可以保证跟随他的人 有真正的幸福和平安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够对你说他保证 他会永远爱你 因为人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人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只有这位爱你的上帝 他可以对你说他永远爱你 有了上帝的同在 有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带领我们 我们才更有可能健全健康 而对我们的婚姻 我们也能够渐渐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想如果是这样 神一定会带领你 那么结婚一定有幸福 就算没有结婚 就算没有结婚单身 有与神同行的生命和生活 一样能够为我们带来喜乐 平安 很有光彩的一生 总之 我要回应这位听众朋友的 就是 我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要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更认识自己 更爱自己 更知道怎么样靠着上帝 做一个对的人 以至于 没有结婚 一样很健康 结了婚 因着你有健康的人生观 价值观 你的婚姻 也一样 能够健康 所以重点 不是要不要结婚 重点是 我们要怎么样 靠着上帝而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天天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 今天信仰Q&A的单元 我们一块来聊的是 关于孔婚 害怕结婚 因为不相信有人会永远的爱我 也就是不相信有永远的真爱 有这种无条件接纳自己的爱 相信前牧师的分享 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 真的 认识自己非常的重要 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害怕的问题和原因 方能解决突破 如果你希望在这个方面 寻求帮助 希望你愿意写信给我们 只要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留言给天天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咯 期待你的来信 拜拜 拜拜